港人反內地人的情緒升溫 觸發高登網民發起登報反王行動 他們在短短5天就籌賭10萬元 並且下一份報章的《港民版》發表聲明 要求政府修改《基本法》 堵塞雙非人子女獲得居港權的漏洞 他們以一隻黃蟲棋在獅子山上為設計 奉斥內地人侵蝕香港的資源 有港人將聲明轉載到微博之後 隨即夜離中港馬戰 網民繼續在雙非嬰兒應不應該有居港權 和兩地的文化差異等等針鋒相對 而聲明又被改圖成為廣州版 上海版 和北京版 反映國內不同地方的社會問題 中港兩地人之間的矛盾家劇 也惹來國外媒體關注 英國廣播公司也有報導登報的行動 以及早前發生港人違拍D&G 不滿他們只是准內地人拍照的做法 以及自由行旅客在港鐵食點失眠 引起北大教授恐慶東罵港人系狗的事件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胡凱文報導 我們下方了 我們下方了